真刀非真刀 假剑非假剑 利多非利多 利空非利空 欢迎到陈志经开节目现场 我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 今天的台股总算再度占上了11000点 那这个11000点到底能不能占得稳呢 陈成在这边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们从这个几个面向来看 这个指数的部分到底能不能占稳 那另外呢来到月底 这个五月底又是一个做账跟结账的一个大好的时机 那许多股票会拉高结账 结账就是拉上来的时候主力会趁这时候出货 然后杀梯 然后呢有的股票是会一路拉高 甚至会一路做到六月五月营收公布的时候 所以最近的股票已经涨一段时间了 我一直跟各位讲台股如果要站上1万亿必须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它 我希望能够站稳到两百 两百三 三百以上 三百以上 我们看到台积电今天收297 正式再度站上的月均线 所有均线之上 可是你不要忘了 它在四月中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都有几次站上 可是站上之后又下去 目前的均线就跟麻花省一项 问题是多空不明 但是呢我们若以这个KD指标来看 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以KD来讲今天是在低档开始做黄金交叉 那MACD也怎么样缩小 这个即将要翻正 但是呢大户持股这两天有没有增加 我们来看今天的外资 昨天外资买了1万张 外资今天再度加码1万张 可是你要请你留意哦 1万张的外资来说并不是多 并不是多 你看它在18号那天一口气可以卖掉4万张 4万张 不过呢台积电这一波我们看到 只要290它可以持续守住 那台积电就有机会再往上 当然来到300这边压力还是会比较重 不过我们来看哦 现在的美股的道琼期货呢 以现在来讲哦又怎么样 又是又是怎么样 下跌又是下跌 那如果这个期货这部分哦 我们看到现在的美股基本上也是在24500这边的压力比较重 比较重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期货又是跌100多点 但是呢昨天涨300多点嘛 我们就是观察嘛 昨天的这个低点只要不破 那还是有机会持续往上攻哦 那我一直跟你讲 现在是上有锅盖下有铁板 不过看起来这个铁板越垫越高 锅盖没有变 但是铁板越垫越高 最后有没有可能最后铁板来踢锅盖 是有可能的哦 所以你这个行情不用过度太看空 你的资金分几套做配置 不要重压 不要重压一只股票 那不然你今天压错的话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压到结账股 那做账股再涨 你就会比较闷 你就会比较闷 好那请你看我今天的测标 我说现在的控盘主要是靠内支 那拉高结账 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要带你看几档股票 今天的大盘这么漂亮 可是还是有股票 要跌给你看哦 什么股票 来国据 国据这一波呢 从这个4月 5月有一波来到高点 最高来到424 5月7号就回档修正 有没有 回档修正 那你看一下哦 它跌破月线今天 再来反弹 这一波最低来到 368 那今天呢 这两天有来到395 391以上 一直没有办法站上去 今天现在十字线在390 5日均线在多少 378 欢清华说 在这个10块钱的空间做震荡 昨天上涨有一根量 可是遇到这个十字线的压盘今天再压一次 今天再压一次量说 我认为 我认为 国据 目前没有转强的疑虑啦 的机会 那你再来看三大反卖 卖超好 你看到没有 外资 每天卖 昨天卖5000张 今天再卖2000张 投信目前还没有暂时要往上攻 所以呢 国据你看这两天都是有报纸的消息哦 我认为这是报纸 在放利多 让外资 下车的 那这个外资呢 陈陈涛认为这是大股东的外资 这不是什么外资 是大股东外资 所以 知道内部行情的 内部人 内部人知道 营收状况的外资 而且卖得非常凶 都是2000张5000张在卖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是不是这些外资对 国据下半年的 展望并不乐观哦 你看到今天的新闻是关于国据 第二季产能满载的消息 涨价的消息 那外资却在卖 所以 这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 你要留意一下 好不好 另外一档股票 就是穆德 穆德这一次 这两天 从 320 有没有 急拉到今天的盘中 有来到了 这个 360 昨天 一口气384张拉上来 今天427张立刻倒出来 我指的是外资 昨天是外资跟投信 还有自营商 还有避险部位同步加码 可是今天来到360 外资一口气 400多张就倒出来了 而且收一根上影线 有没有 请你看一下 收一根上影线 你再来看盘中 有没有 最高来到362 就是这一波的 这几天 回档的起跌点 有没有 时间在5月11号 那天的最高点是 370 那天的最高点是 370 但是370 那第二天呢 第二天拉回到 五日线 然后盘中最高到 363 就怎么样 就下来了 下来了 五日线再度跌破 有没有 那五日均线就开始压着走 那在这一两天 又立刻又站回所有均线 今天又一个上影线 所以穆德看起来在上面怎么样 外资 外资在做调节 那我们就看 如果外资调节 你就看 在拉回的时候 是不是投信 会在这边持续做买超 那不然以穆德来讲 今天最后收涨2块 几乎又压到平盘底下 345 好 那我想 现在这种盘就是 你要特别留意 是不是有股票要拉高 然后有阻力要出货 你千万不要随便在前波高点去做追高 你会去拆要过高 但是到前波高点还是最好怎么样 先下车再说 拉回你再来做低阶 另外一档呢 就是3406的郁金光 各位郁金光今天也一样 你看一下 今天一开高498之后 收盘居然收几乎是最低 今天盘中的最低是486 收盘收多少486.5 那今天的外资一样 持续拉高之后 有外资在这边投信还有三大法案 在那边做调节 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 是不是郁金光要即将公布 这一个五月营收 五月营收可能会往下掉 所以类似像郁金光这样的股票 各位 高价股呢 有些股票会大涨 有些股票会大跌 这些股票请你要留意一下 那郁金光 我们也是看到 这就是拉高有没有 拉高之后阻力在绕跑的 这种就是结账股 你要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那另外呢 跟你讲完国巨木的力金光 我要再跟你讲一档股票 就是苍和 来 苍和最近不是拉得蛮凶的嘛 你看这一波五月七号 从230一路拉到 今天的盘中的高点 来到295 来到295 那苍和呢 你却可以了解 它基本上今天 追高意愿不高 有没有 不过今天量是说 那在这里 5月19号 5月20号 在这两天 这边有一个跳空缺口 今天拉回在手 这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 不能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那短线它就走落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的指标 当然都还是在高档 都在高档 可是大户始股 其实并没有怎么样 并没有增加很多 所以你要留意 它这几天就是外资 昨天 昨天是外资跟投信 同步买超仓和 这个跟来资很像 跟木得很像 可是在今天 投信继续小买 可是外资先绕跑了 不过外资也是跑 一百多张而已 一百多张而已 好 那这是仓和的部分 那现在呢 我来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 作账跟结账两样情 作账跟结账两样情 那基本上呢 你在这一波操作 你要跟上这个 法人的脚步 另外你来看一下 滑通 我再跟各位来讲一下 PCB的部分 来我们看一下滑通 你看今天的滑通 滑通今天是大涨 对不对 今天算是大涨 那涨了两块一 可是呢 滑通在 5月15号 5月18号 这边 有一个跳空缺口 有没有 那这个缺口呢 今天往上 要来做个回补 不过 你看哦 今天涨上来 外资卖多少 卖了9000多张 自营商买2000多张 避险部位1000多张 明天的这个全证部位 可能就会卖出来了 可能就会卖出来了 那请你留意一下 请你留意 外资在今天大卖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是不是对PCB的 后市的看法 已经开始有点转向 今天仅仅是投信小买 那今天是外资跟 自营商做对作 做对作 当然自营商在之前 已经就先卖了 可是外资没有卖 那反而自营商是怎么样 低接 低接 那自营商今天一接上来 一买上来 外资就立刻绕跑了 所以你要留意 现在等于说后市的滑通 开始会出现分歧 那你就要开始要留意了 好那这是滑通 滑通 那另外另外一档股票 见顶也是 外资天天卖 你有没有看到 外资天天卖 外资天天卖 那你有没有看到 外资天天卖 那如果外资天天卖 今天基本上 见顶你发现这一波 它来到最高 来到109 5月8号那天最高109 有没有 更正 那天最高117 但是最近开始就在那边 限度整理 那外资在这几天是天天卖 好那股价在这边要拉到月线了 那我认为月线这边会稍微有支撑 毕竟它在100以上也盘了一段时间 盘了一段时间 所以见顶这边会不会在这边开始做投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这边会盘一盘 或许后面还有机会再往上拉 去年的见顶最高曾经来到140 曾经来到140 不过你要留意 最近的外资却在这边持续卖超 是不是后市 它的订单 可能有掉 这边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那这是几档 陈辰在这边跟各位来做关注的 这个拉高结账股 还有吉党在今天 这个法人 法人在这边做 这个拉高之后做出托的动作 你可能要留意一下 那你手上有一些股票 你可能要了解 现在虽然很多股票在做吉拉 可是呢 毕竟来到11000点 那11000点目前看起来也没有站稳 所以呢 在这边你最好还是一样做什么 高出低进的操作策略 这边我有跟各位来做个说明 那请各位看一下我测标 我的左测标这边告诉你说 股票不会无止境的涨上去 你手上的个股的高低点 陈辰帮你抓 如果你对你手上个股的操作 不是很明确的话 你需要陈辰帮你持股诊断 请你加我下面的TG 请你加进来 那加进来之后呢 在我们的表头上面呢 会有什么 会有这一个讯息 上面有陈辰的这个私讯的连结 请你点进来 那你告诉我说 你手上的持股 还有张数跟成本 你有多少资金可以操作 陈辰会来帮你好吗 你要把握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 每个月你五月之前 上半段 每个月上半段 甚至20号以前 如果你操作不顺 你可以利用最后这几天 来一个逆转胜 你可以利用这几天来一个逆转胜 不用担心 你可以利用这几天来一个逆转胜 那在这最后呢 陈辰就是要来告诉你 你要逆转胜 很简单 来我们现在有优惠的入会方案 你赶快来找 只有几万块钱 你如果几十万在操作的 基本上在最后这几个月 我们跟上什么 法案的脚步 我说你做股票 你只要让法人来跟你抬轿 跟对股 那股票就会飙很快 好不好 最后的这段时间 让陈辰来帮你 帮你 其实今年已经来到五月 接下来六月 都快要过大半年了 你在今年 整体而言 我不晓得你操作 有赚钱还没赚钱 我想 整个股票 就是大赚小赔 每个月的交易里面 你可能会有几次 是做错行情的 但是没有关系 你只要能够怎么样 重新调整你的节奏 重新再来布局 让下一档股票 再帮你赚回来 一样财富是可以逆转胜 最怕是什么 最怕你就是一直停在那边 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很简单 股票卖掉 清掉 重新来过就好了 重点是当你重新清掉 重新来过的时候 你不要再犯从前的错误 一只股票死抱着不放 你至少三档四档 然后来做分开来布局 做分开来布局 然后总不会每次都让你压错 如果总每次你老是做错 老是越套越多 能够操作资金越来越少 那就表示你的操作策略是不对的 你不应该让你可以操作资金 一直套在那边 而是你可以允许你套两档 可是你应该要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资金 要拿出来重新再来操作 那如果你说我怕又买错 那就是你不会挑股票 不会挑股票很简单 你就来跟着陈辰操作 陈辰不是省位 不是每次都对 我们可能也是越来越两档会做错的时候 可当做错 我们可能一段时间再不行 我们就是怎样 必须要重新换股操作 那当我们重新换股操作 我们重新会找回成长的轨道 换对股 它就会再持续涨上去 那这就是陈辰操作节奏 如果你这段时间操作不顺 陈辰我要求你赶快来 我们的入会专线很简单 02 254 2899 你打来 我们会有特助来服务你 适合大资金的方案 适合中资金 适合小资金的 小资助方案都有 不要再跟你的财富来错过了 你已经错过好几次了 也许很多分析师让你赔钱 那陈辰是绝对不会让你赔钱的分析师 我是交易出身的 我们也不是会重压一档股票 我们就是由几档股票来操作 我这档股票也许这时候看错 但是我们有几档股票 还是会让你赚 重点是你就是要懂得 照着陈辰的操作几率 控管好你的资金 不要买爆 不要买爆 那不要买过头 不要重压 永远有机会让你赚到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陈辰还是要邀请你 在最后的这一个月 难得的作战行情 跟上陈辰的脚步 让陈辰来带你翻转你的人生 翻转你的财富 好 陈辰所自 金石为开 祝你明天股票 智智大赚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